歡迎來到執法教室101 歡迎來到執法教室101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 為什麼一樣執法的費用效果差這麼多 其實密度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那講到密度之前我們要先討論一下 計費的方式跟計算的方式 其實執法來講的話 毛爵是以根數在做計算 現在市面上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用根數一種是用注數 普遍來講的話 歐美因為他們的計費方式 跟一些護士配偶的方式 所以他們會以株數方式去做計算 那毛爵為什麼要用根數下去做計算呢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如果我們用一株一根的頭髮 中一百根 跟一百株兩根的頭髮 總根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用根數去做計算的時候 才會是實際上我們看到所有的密度 這還要牽扯到說每個部位的不同 就譬如說以美形執法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需要一株一根的頭髮會變多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除了我們的前面兩排 一株一根的頭髮之外 那我們後面一株一根的頭髮 也要稍微比例比較多一點點 才會看起來比較自然 我們剛剛講到說美形執法 需要一株一根的 如果以男性的一些髮線執法 前面也是至少要一到兩排 一株一根的頭髮 這樣才會比較自然 但是我們往後退的時候 其實它的一個密度就要增加 密度增加 我們當然要做不同的調配 會需要混合著 一株一根 兩根跟三根 但是我們總和來講 當然平均密度會是一樣的 這樣子我們頭髮看起來才會是比較自然的 那剛剛我們已經討論過 我們計算的方式 會是以根數的方式提分 再來我們要討論密度 密度會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為密度才是決定 我們執法之後的效果怎麼樣 平均來講呢 頭頂的頭髮大概一平方公分 大概是100到120根左右 那我們在執法的時候 醫師就會跟你討論說 你想要什麼樣的密度 那密度其實跟我們頭髮的髮型 會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是會喜歡輸油頭 當我們頭髮往上輸的時候 自然我們的密度要比較高 那密度那時候就我們需要到 比如說80到85中間 這樣子的一個密度 頭髮是往下放的時候 你的密度其實就不見得一定要這麼高 比如說我們到70到80中間就可以 那為什麼會講一個range呢 最大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頭髮的粗度 那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的 頭髮稍微比較粗的話 密度就可以不能抓那麼高 所以不見得是說 我們一平方公分80根 是適合所有的人 每個人會有點不同 頭髮比較細的 他密度一定會需要比較高 頭髮比較粗的 他密度就稍微低一點點 至於說密度低於60的話 大部分來講 我們是不會去考慮 除非說他真的支援不足 然後他只是希望 讓他頭髮有稍微 一個形狀出現的話 那我們才會考慮 把密度降到這麼低 那不然的話其實 種植起來 他的感覺會是不太好 那這部分其實 還是要做一下跟醫師討論 那剛剛我們有說到說 如果支援不足的話 要怎麼辦 那我們會分兩塊 當然第一塊是說 真的非常嚴重的支援不足 比如說像素貞昌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建議他就不要執法 但是他如果說支援是夠 但是沒有辦法填滿整個頭頂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只是我們要坐下來 跟File好好的討論說 他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要求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密度要怎麼調整 我們範圍要怎麼調整 我也希望大家是說 先重建正前方 不管他或是較好 有時候有些特殊狀況 比如說 前一陣子我們有一個 髮型設計師 來我們這邊 跟他討論的結果是 因為他其實大部分來講 都是背面對著大家 所以他的眩跟頂 反而是比較在意的 沒有什麼絕對的一個 最好的方式 髮友都會有不一樣的需求 藉由他的頭髮的粗度 去討論他需要的密度是怎麼樣 為一個妥善的一個安排 指法手術做完之後 他如何讓他現有我們的一些頭髮狀況 看起來效果更好呢 第一個當然我們還是會考慮到說 身髮的部分 髮友們本身有在服用藥物的話 頭髮會變比較粗 效果也會比較好 那如果他願意的話 其實可以做一些身髮的療程 改善我們頭皮的狀況 視覺效果也會變比較好一些些 這也是髮友們可以搭配一起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